眼下春暖花开,百花争鸣,正是出门赏花的好时节 最近陕西汉中举办了一场油菜花节的启动仪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当时现场的景象 你看那真是红旗招展,彩旗飘飘,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前排坐着是嘉宾,后排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 还有挂着标语的大气球什么的 仪式是很隆重,但是花位也是不菲 就在半年前,当地就花费了上千万元整修会场周边的水库和道路 投资了130多万对周边农户的房屋企业围墙来粉刷和装饰 又以每亩2000块钱,外加800元的轻苗补偿费 租下了50多亩良田,用来搭建会场和停车场 而启动仪式现场,除了礼花巨型采烟之外 还花费了十多万元,请来了一位歌手来现场表演 整个花费将近200万元 而陕西汉中呢,它是一个贫困地区,所辖的11个曲线当中 有10个都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线的 贫困地区花费200万来举办赏花的仪式 对于这件事,网友们也是众说纷纭的 有的网友就说了 这么铺张典型的形式主义泛滥了 劳民伤财,违反中央的严格控制节庆活动和经费支出的精神 钱呢,要用在刀刃上 你说这些花费,如果说用来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 投入基础建设,这不是更好吗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理解啊 说现在搞旅游,那是越来越重视宣传了 隆重的赏花仪式呢,确实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 为当地带来了不少的游客,也能拉动消费嘛 因此算不算浪费,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对于这件事,我们来听听特约评论员曹林先生的看法 这个耗资200多万,办什么油菜花结 不仅顶峰违反这个八项规定 违反了这个节俭物质的要求 更违反了中央关于这个地方办结会的这样一个规定 这些地方为什么会顶峰办会呢 一方面可能他们以为这个八项规定只是一阵风 没想到这一次这么持久 一方面的可能他以为违反了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他们骨子里并没有把这个八项规定当回事 以为不大吃大喝做个秀就行了 他没有深刻的理解转作风的意思 非常非常容易